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肩上轻松了一些 因为过去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主要靠明星独当一面 对吧 明星分散了所有的注意力 全是感觉男道女昌都是明星的事 什么人家也有非常美满的 所以还是我说的 但是还是被男道女昌演战 对 最近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到现在 听说明星们都感觉轻松一些了 因为有一些官员愿意分担他们的压力 是吧 而且更加的精彩 有意思 而且什么样的明星 能够引得人创作出这样的文本 我们说了这个时代标本 这十二万字 研究马列主义的博女 博士后 常女士 那天咱们谈了这一集 当然一犹未尽 我有兴趣一年都谈这个文本 我们开个节目来谈它 真的文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文本评价极高 我绝不是讽刺或者嘲笑书中任何一个人物 我相信百年之后 这个女的包括易老师的著作 马列主义的那些著作未必能够留下来 但是我认为这个文本会留下来 因为你知道 我赞成 我觉得这是要真的是一个将来要写学术史社会史的时候会参考的一个文件 我都赶紧拿出来看一看 回去看一看 对 现在网上已经 后悔了 已经没有了 那你 你要看 你的硬盘借我用一下 只能跟我潜规则 我才能给你看 我请你吃饭 不就这点事吗 真是 你 他 而且你看啊 从这个文学创作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 过去啊 乾隆皇帝啊 评价人写字写得好 夸人写字写得好 有一句话呀 叫无异于家呀 哪家 就说我并不是有意想写个好的文章 我根本就无异 就像这个常女士一样 他纯粹是跟这个伊老师搞清算的 对吧 这就是为了一腔感情啊 来来把这个记录下来啊 他没有想搞什么文学创作 可是呢 最后的结果 你甚至觉得你都能让人想想起乔伊斯啊 这种一些 乔伊斯是个现代派文学吧 对 你对他评价高到这个程度 就这个喧嚣 是云无星而出走 写到这程度 不是他 你看他把他把他把很多当今的体材 比如说短信 大片大片的你跟人的这个 拼天的特别厉害 短信全原样挪上去 这方面比较早啊 我好像还是见到王硕写的小说里 比较早的 就是说 其实你想过没有 你男女之间的这种短信呢 什么是最好的对话 你电视编剧 你写俩人的对白 都写不出这样来 什么都真的比真的还真 你知道吗 你是把原样的两个人 几点几分几秒 你发过去 他发过来 这样的对白 直接拿上去 让你领略到当时 这个伊老师那种崩溃 我为什么 让我产生深深的代入感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一个男人最后陷入这么一个处境 就是你的职位 你的前途 就捏在一个女人的这么一个文本里 他随时要放上网 然后他可以对你提任何要求 让你跪下 你就跪下 让你学狗叫 你就会学狗叫 让你冲你的女留学生说 甚至他就说 你跟你的女留学生说 我跟这个常女士 我们是全 我们是全身心的 现在啊 你要走 你要走 逼着他跟这个女生 甚至 我就说 我要进你的邮箱 这个男的把密码给我 我进你的邮箱 这崩溃了 你知道吗 进的邮箱 然后说 你你老老年男人啊 你不知道这个技术吧 我发现有一些 你跟这个女人的邮件呢 被你删除了 他在那个里边看得见 把删除的那部分给我拿回来 你说 而且这个 我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在想着女的真的是 已经是豁出去了 但因为我没有看这12万字的这个文本 我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细节的情感纠葛在里面 我当时心想 这个女她本身也有老公跟孩子 她等于去说 我都不要了 我就陪你玩 我还想说 那得受了多大的伤害 多大的刺激 说我老公孩子 其实看不出有多大伤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般女人作为母亲之后 她再怎么样 她都会为自己的孩子考虑 我再怎么样 做我任何的事情 我都要把孩子的部分考虑进去 我也许老公的部分 我已经不管了 但孩子部分 我总得考虑进去 这个女的长女士 她基本上就是说 连孩子我也不顾了 我什么都不顾了 我就全活了 那这个时候真的 不要说姓一了 姓什么的都不行 地球上已经没人能打得住她了 就是一个拼命的人 你跟有武功的人 也怕拼命的人 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我觉得这事呢 就当然 他牵涉到一个就行贿 就行贿落也好 给钱也好 这是个行贿 这无论如何 我就一一局长 没办法 那他必须得下台 这是个官员腐败 但是假如 让我们假设 整件事 跟腐败无关 没有给钱 就纯粹是个女下属 去色诱男上司 或者是怎么样主动搞 然后也不要求什么 升迁 或者一个职位上的东西 就这么搞话 假如有这么一个文本出来 大家会怎么看呢 为什么我这么想呢 是因为我前一阵子 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那个头目 对 对不对 也是搞了几个人 也下台嘛 对不对 那当时大家就臭骂他嘛 说这人太混账了 搞这搞那 但后来呢 我看的很有意思 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 写了一篇评论 那个评论呢 首先呢 他从一个军事的角度来讲 说这个人 他是个美国军事史上 出色的策略家 甚至对他的赞扬 是达到说 他能够比得上巴顿将军 然后呢 后面就说呢 说 然后那个作者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现在很多历史材料 告诉我们 当年艾森豪威尔 其实私底下 对人人格有问题 某个某个名将 其实多坏多坏 谁谁谁搞什么的人 说这位将军 他不信的是 他活在了一个 人们对私生活的兴趣 远远大于一切政治 一切军事的时代 就我们对私生活 过度关注的时代 这个我也想了 这个真是没办法 跟我们法国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他是法国 谁说法国第二祖国 第二祖国 别说我不爱国 我就说 这个问题 我后来慢慢 有点想明白了 就是 从某种 最本质的意义上 讲 这个男女关系 是人的私生活 如果是平民 没有官员的身份 对吧 按说都不应该 去暴露别人的私生活 或者别人自己私下里 能处理好 对吗 但是呢 加上一个官啊 一个执政的官员呢 因为某种意义上 他是人民选出来的 对吗 那么于是呢 我就发现呢 他必须执行一个 这个社会啊 大多数老百姓 遵守的某种 这个所谓道德观 要不然 大多数老百姓 就看着他呀 有点不顺眼 比如说啊 这东西 比如说美国人 实际挺保守的 所以美国人 你觉得你总统 你搞这个事情 但是你看法国人 相对开放一些 或者意大利人 你看他们那总理 都那样了 对吧 那么他全体人民 觉得对这个事啊 宽容度高 所以就行 但是像中国这种社会 虽然咱们在性方面 是最虚伪的一个民族 但是至少咱们嘴上 说的那一套 是挺保守的 尤其是说党 还有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 甭说你 咱就说他这篇文章里边 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 我看了两遍是吧 我觉得也没有 特别明确的证据 说明这个伊老师啊 到底帮了这个女的 什么忙 对 其实不清楚 不太清晰 如果光看这个文本 不清晰 可能有关部门 他们要调查 或许有别的证据 但是我想说 是这个文章 就假设啊 我不是要帮 易俊清说话 而是把整个案例 甩开一边去 假设他不是个官员 就普通一个公众人物 那会有什么效果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几年越来越多人 就是写传记 调查 以前马丁路德金 就美国那个 民权运动的领袖啊 那是个英雄人物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讲他 觉得是个偶像级的人物 但其实后来 大家都发现 他问题挺多的 包括当年 那个胡佛 就是他们的联邦调查 就这样恨透了他 老调查他 发现他每到一个城市 去搞民权运动 他是个牧师啊 出来演讲 前一天晚上 他必然叫急 而且都录音了 这我们都知道了 后来 就整个过程都被录音了 那然后呢 又发现 他大学 还是念书的时候 一个毕业论文 涉嫌学术不规范 就有抄袭的嫌疑 那假如马丁路德金 是活在今天的话 他这整个民权运动 就觉得要失败了 就你这个所谓 领袖英雄人物 大家微博一说 哎呀 他也很腐败 他很坏 怎么样 但是呢 就那个年代啊 比如说像 其实他们要曝光 说所谓的 他有照记什么 其实也曝光了部分 但大家好像相对 比较不太在乎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我们今天的社会 大家越来越 对私生活上的道德操守 采取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高到一个程度 就哪怕你 你愚工 为大家做了多少事 你只要于私 对几个人 有觉得有私下 有不好的地方 那就不行 我明白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不见得 我们这个社会 是比二三十年前 更加道德 大家更规矩了 就其实社会 越来越道德腐化 但是大家越来越 要求别人道德上 水平较高 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啊 听了两位说那么多 我觉得会不会是 第一因为你到了这份上 你获得的就比别人多 你当然需要多做一些 比如说你当然在其他的地方上 你就少一些自由 这是你现在这个地位 你获得多的 应该付的一些代价 那么从官员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啊 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 就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拿私生活的 这个部分来所谓反腐 是因为觉得 如果不拿这个的话 其他地方好像并没有一个入口的地方 因为反正从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会觉得 多多少少你们官官相护 是吧 在一个在在一个小 在一个你们这个圈子里头 我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可以去去去找到你的腐败 或者是你不守规矩的这个这个线索的 而且又没有第三方的监督的部分 可以可以去查到这些东西 但是你一旦感情上这方面 私生活上出问题 你好歹会有一个长御是这样的 你的是可以有漏洞 可以去进入的 所以现在最近好像好几单 这个关于腐败的这个部分 都是以私生活进入的 我在想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系 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文本很牛 这个文本里解答了你这个问题 咱们广告之后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斯特东方运黄牌大放送 1949年国共内战正式 2月 王安舰倒戈 掀起国府军舰接连一赤 10个月内近百艘舰艇 由蓝旗改挂红旗 国府海军倒戈幕后 是派系斗争的争鸣 撤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 对残云敏气赶尽杀绝 一赤 1949国府海军倒戈纪市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所以我相信 我们纪委也会研究这个文本 这个女博士后 她真是不是一般人 她思考很多问题 她从己推人 比方说 她从她跟所谓小说当中 所谓易老师的事 她就说 为什么这个官员情妇成堆 然后情妇成堆 为什么她就必然涉贪 就是这几个是什么关系 她就说 她有思考 她这个思考 她说女人都是很敏感的 你好几个女人 你摆不平 你摆不平 你知道吗 你摆不平 你知道女性有时候 有种什么心理 就是我爱情 其实我认为 她是逗引出爱情了 因为这个易老师 确实很有魅力 对吧 她到最后是爱上她了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爱情得不到落实 比如说发现 你有老婆 这事咱就算了 对吧 这是比我在先的 我也有老公 是吧 但是你除了我 如果我觉得你还找小三小四 那么我这个爱情如何落实 于是乎那怎么办 你给我钱 比如说你要给我一百万 女人不行的 不是 女人她不是 她要平衡 很多女人就觉得我吃亏了 我要平衡 所以她就说了 你又没有什么钱 你找一堆女人 你怎么摆平 其实这是很多贪官 她为什么必须得贪 她怎么安抚女性 你说你又不是说 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要是女人 其实我还真觉得 我挺喜欢女 不是谁都喜欢女人 我说我喜欢女人的理由之一 是我觉得女人 还是重感情的 如果他真觉得 这个男人是一心一意 真心真意的就爱他 其实很多女人 是无所求的 其实这个事 你看我听你们说 这十二万字的文本 这个长女是一开始 可能不见得有多少爱 她多少还是交换的 说的对 想法 但是到后来慢慢的有爱 这跟男女的 对情感的 和时间的辩证关系不一样 就比如说 男人是好着好着 她就没那么爱了 就是她跟时间 她这时间越长 可能她就越来越淡了 但女人不是 她可能原本对你 没什么感觉 但她经常跟你在一起 她时间长着长着 她反而就爱了 当然我也愿意说 这可能是个爱 但是我觉得这个爱 可能后面还夹夹 其他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占有欲 对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像长女士 我觉得她是像 更加是觉得这个男人 她要独占她 占有她不一定是爱 爱反而是拿过来 是用来合理化了 这种占有欲的一个说法 对 到最后 简直我觉得就是恨 我觉得复仇女神 就是不让你舒服了 你知道这种执着 有些个前妻 你知道到最后 跟前夫那种话就说出来 我也不是要钱 我也不是要什么 我就让你不舒服 你就别想活得舒服了 听说你过得不好 我就安心了 没错 没错 说得好 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连纽约时报说的 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你看纽约时报对这个事 这是世界新闻了 纽约时报的岛屿说 透过伊俊卿 曾经热情宣扬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镜头来看 他与一位雄心勃勃的 女研究员之间的交易关系 大概属于剥削类 但是我认为 纽约时报看的片面了 这怎么是剥削类呢 就是爱情真的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叫什么二奶 小三小四说实在的 都是特别不尊重女性的称呼 简单粗暴的 就是你不理解感情的复杂 有些女的真的说是一开始是为钱 说这个男人包了他 但是人是有感情的 他慢慢的 他最后可以变成不为钱 我爱上他了 所以这个里边交织起来以后 我始终对这种爱 是非常保留 我觉得这种爱 太多时候都是一种observation 就是执着贪着 所以那种感情 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仇恨 对 就是他 他其实为什么 到后来那么宁愿看着你难受 不好过 被抓 坐牢 下台 是因为他已经把太多东西 投入到你身上的时候 那变成一个强烈的贪气 我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太卑微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是想交换东西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姿态 去叫 想要你给我点东西 他用一个很卑微的姿态来要 所以他其实没有尊严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后来要用战友的方式来表现出 其实我 我有尊严 我在这 也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直到最后还是反话回来 还是为了自己 你这个分析很贴心 你觉得是这种感觉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心理层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要党和政府的处理 还是英明的 党和政府就是说 这个依俊卿这个局长 他是生活作风问题 他还是好像我记得的唯一一个 说没有任何 没有说任何别的问题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 这个里边你要真想分出个理来 我注意到看他们微博 也有人在分析 就说这个 你说官员 按说搞女人 男人都想搞 我从来没觉得官员的道德水平 应该比我们高 对吧 但实际上我认为确实 你当官应该更当心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不应该当官是那么有吸引力的 当官是要付出很多的 对吗 那么有人就辨析这个私权和公权 就是说 易老师的这个魅力 有多少是公权 你比如说这就很有意思 你说我长得帅 我说像文道一样 我读书破万卷 我学文大 这是我的能力 性权力 这是有些人在说他的性权力 那属于这部分 是实际上是自己所有的 女人因为这个原因 喜欢他 好像是真爱 喜欢文道的 不算犯法 对吗 但是呢 有多少一部分 你的魅力是因为你是局长 或者说你是教授 你是学术权威 你是带这个学生的老师 这方面的性权力 好像你使用 你就属于 这个不太合适 因为这是人民给予的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 假设我们社会是公平的话 一个人能够达到某一个阶层的高位 官员的高位也好 学校的高位也好 那个高位本身 他获取到他 就表示了他的能力 是他的能力的一个勋章 所以说他的魅力 你当然可以说很混淆 那是不是因为他是做局长的 所以格外有魅力 但是你反过来可以说 那就是他有本事 他才做得到局长 对 说白了 就是说 这个一群猴 里边那个猴王 那所有女的都是他的 但是那样不把咱们都说成畜生了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949年 疑云重重的太平轮沉船事件 为何成为世纪之谜 历史三年 浩资千万 走过两岸三地 探访澳洲救援者 为你详细剖析当年谬误的真相 不为人知的传说 生还者与救援者 亲身经历的深刻描述 寻找太平轮续篇 惊涛太平轮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这事不就是跟那个女的 如果喜欢的人恰好 她又比较有钱的话 也会被周围的人说是一回事 但是搞不好人家是真的喜欢 这事就得等那个男的突然间落马了 比如说或者是股票 炒股票炒糊了 没钱了以后 这女的如果还跟她在一起 那才叫真爱 但事实上我碰到的 有很多的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比如说 他当他没有钱或者没有权了以后 这个男人他的性格都变了 他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比如他就会变得很焦躁 很恶劣 甚至会打老婆 甚至就养尾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多男人都 所以他就很多时候 女的比如说在他风风火火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 当他不好的时候跟他离婚了 其实跟他可能跟钱是有一定关系 但可能跟这个人的性格更有关系 因为他有权和有钱的时候 他是那种意气风发的 他是那一切尽在掌握的 那种人格的魅力自然在那 当他一切没有的时候 他就变得可能搞不好还打老婆呢 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对 这个真正是复杂的问题 他说的真是 但是说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好分析 去说到底医局长用的这个吸引女性的权力 是公家的还是他私人的 以后谈恋爱的时候得拿牌子 说哪句话去 这是公权 这是私权 我觉得这个是没法这么去说的 这也不合理 我反而计较的是他有没有利用他自己的权责范围内做一些交换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就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搞坏一些像公共人物或者像官员 我们有没有想到官员 那大家都很计较他生活作风不好 现在党的纪律是这样 但是假设有这样一个官员 他有太太 他又有几个女朋友 但那些所谓女朋友跟他没有任何金钱往来关系 也没有任何权能上的交换 就只是一个上上床的女朋友 或怎么样逛逛街的女朋友 像这样的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 对 所以你知道我看这个看了这个两遍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伊老师和这个常女士都是很痛苦的人 尤其到现在 但是我想跟他们说 就说至少我没有嘲笑他们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了 我们说不定有时候比他们还狼狈 但是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要不要那么苦苦相逼 到最后你真觉得不忍啊 看着就是侧忍 就是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 怎么可以折磨到这里 下回来